12月15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上海非北京的头等舱偶遇了41岁的姚明 在该网友晒出的照片中,姚明的身材非常的健壮,所以占据了较大的体积 两米的大高个使他只能厕缩坐着,整个人都呈现了驼背的状态,连坐都坐不直,看上去非常的憋屈 有网友还调侃说,姚明把头等舱做出了经济舱的感觉 姚明当天的打扮非常低调,穿着灰色的外套和黑色休闲裤,全程都戴着口罩遮面,非常配合飞机上的防疫规定 网友看了姚明的偶遇照,有人调侃他,应该把后排的座位也买下来 也有人表示地方太小了,这样坐着实在是很累 姚明出生于上海,是我国的职业篮球运动员,多次在CBA比赛中夺得MVP 还被NBA的休斯敦火箭队选中,连续八次入选全明星阵容 一向有着小巨人之姿,他在2011年宣布退役,目前担任中国篮球协会的主席 此前姚明也经常因为身高问题遇到一些窘事 比如在看比赛的时候,普通人坐的小凳子他要坐两个 有一次还在坐地铁的时候被网友偶遇 由于身高太高完全站不直,只能扶着扶手低头玩手机 整个身体都是蜷缩的状态,看上去颇为心酸 姚明一直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篮球运动员 没想到身材高挑的他在生活中却有着这么多的不方便 不过他的成就和为中国篮球事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祝他生活顺利,期待能够在赛场上再次见到他的身影 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联系删除 1啦jj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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yo 2 一